见到前面宝贝们,咱们历经辛苦了,总算是找着了智慧天机 咱们爬上去以后,总算看到了这些伟大的数学家们 从他们身上,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 来,一块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数学家的故事集,智慧天机 来,让我们一块准备好耳朵,听故事吧 常常有孩子呢,在抱怨说,老师啊,你说的这些故事呀,都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 他们的故事,对吧,他们才能当数学家,当科学家呢 我又不聪明,我怎么能当这些数学家,科学家呢 其实呢,这个时候呀,往往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些 和他们比起来好像差了很远很远 哎,那么现在呢,你就要听听这样的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呢,就是老师、校长、同学都认为他是很笨的一个人 到后来成才的故事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新鲜第一个故事的主角了 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个当年被校长认为干什么都不会有所为的笨学生 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了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和电机人 成为了现代最接触的物理学家 1879年3月14日,一个小生命降生在德国的一个叫沃尔姆的小镇 父母为他起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名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看着他那可爱的模样,父母对他寄托了全部的期望 然而,没过多久,父母就开始失望了 人家的孩子都开始学说话了 已经三岁的爱因斯坦,才能医押学你 后来,爱因斯坦的妹妹和他小两岁都已经能和邻居交谈了 爱因斯坦说句话来却还是举之舞舞,全言不达厚语 看着举举迟钝的爱因斯坦,父母开始忧虑 他们担心他的智能是否会不惜常人 直到十岁的时候,父母才把他送去上学 可是呀,在学校里边,爱因斯坦却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嘲笑 大家都称他为笨家伙 学校要求学生上下课都按照军事口令进行 可是由于爱因斯坦的反应迟钝,经常被教师呵斥,罚战 有的老师甚至指着他的鼻子骂 这鬼东西真笨,什么课程也跟不上 在讥讽和侮辱中,爱因斯坦慢慢长大了 他升入了慕尼黑的卢尼特·波尔德中学 在中学里,他喜欢上了数学课 孤独的他开始在书籍中寻找寻找寄托,寻找精神力量 就这样,爱因斯坦在书中结识了 阿奇尼德·牛顿·迪卡尔·哥德·莫扎特等等等等 书籍和知识为他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分线 视野开拓了,爱因斯坦头脑里思考的问题就更多了 一天,他对经常辅导他数学的舅舅说 如果我用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和光一道向前跑 能不能看到空间里振动着的电磁波呢 舅舅用力量的目光盯着他好久好久 目光中既有赞许又有忧愁 因为他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同一般 将会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此后呢,爱因斯坦一直被这个问题苦苦折磨着 1895年秋前,爱因斯坦经过深思熟理 决定报考最适的苏黎世大学 可是他却失败了 他的外语不及格 作榜后他没有气馁 参加了中学补习 一年之后呢 他获得了中学补习合格证书 并且考入了这所大学 这时的他啊 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 他把精力全部用在课外阅读和实验室里 教授们看见他读和学习无关的书 做和考分无关的实验都非常的不满和生气 并为他服务正业 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时正好赶上经济危机的爆发 由于他的学统又没有关系 没有钱 只好失业代价 为了生活呢 他开始做起了家教 做起了教授物理的工作 在这一段实业的时间啊 给了爱因斯坦很大的帮助 在授课的过程中呢 他对传统物理学进行了反思 促成了他对传统学术观点的猛烈的冲击 经过高度紧张和兴奋的五个星期 爱因斯坦写出了九千字的论文 相对狭义论由此产生 可以说 这是物理学史上一次决定性的伟大的宣言 是物理学向前迈进的又引力成为 尽管还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 甚至还有人在报上发表批评的文章 但是爱因斯坦毕竟还是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 在短短的时间里 竟然就有15所大学授予了他博士证书 法国 德国 美国 波兰等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 也想聘请他做教授 当年那个被人们认为是笨蛋 笨东西认为无法成才的爱因斯坦 终于成为了全世界公认的 当代最杰出的聪明人物 由丑小鸭变成天鹅 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爱因斯坦的话是最好的答案 当许多年轻人缠住他 要他说出成功的逆绝时 他信笔写下了一个公式 A等于X加Y加Z 并解释到A代表成功 X代表勤奋 Y代表正确的方法 Z表示务必少说空话 许多年以来 爱因斯坦的这个神奇的成功手势 一直被人们传送着 从爱因斯坦的奋斗历程中 我们不难看出 正是勤奋正确的方法 和少说空话 使得爱因斯坦由笨头笨脑 笨头笨脑变成了 科学的巨人 孩子们 爱因斯坦的故事呢 咱们听完了 从他的故事里边 我们不难发现 对吧 一个人呢 就算不聪明 但是这个并不可怕 恐怕的是 自个儿先卸自个儿冷气 认为自己不行 对吧 其实呢 我们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配合自己 勤奋的努力 一定能够收到自己 意想不到的结果 对吧 好了 那么爱因斯坦的故事 说到这里 一块来看一下 下一个故事 又说的是谁吧 第二个 escrien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